2023年在台湾有个产业 正在经历史上最大的三温暖 它就是制造业 因为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们从原本的满手订单缺工缺料 到现在成为了无薪价跟裁员的重载区 到底问题出在哪 根据10月份 劳动部发布的最新无薪价统计显示 目前全台湾实施无薪价的企业 大约是424家 人数10933人 其中有将近9成是制造业 无薪价的人数来到了9700多人 而另外一项经济部的统计显示 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减7.01% 等于连续16个月连16黑 继续写下了史上最长的负成长记录 而与此同时 制造业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 AI与云端技术 使他们必须全面的智慧化 用电脑取代人力 说得更直接一点 裁员跟缺工 对制造业来说 现在不只是单纯的景气问题 而是一道站在转型路口的选择题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前进制造业 带你来看看多变的环境下 对他们是噩梦还是转型 疫情过后从战争通货膨胀 带动原物料飙涨 从2022到2023就像一波波大海啸 不断朝制造业疯狂侵袭 财政部公布9月出口额388.1亿美元 虽然终结了连12黑的窘境 但对比2021年同期还是衰退 加上劳动部公布10月最新无薪价统计 跟上一期相比新增了26家 人数增加到1302人 整体规模来到424家 再度突破1万人关卡 多数就集中在制造业 据我知道 真的是有 有一个礼拜做四天修三天的 甚至有做三天修四天的 这个代表景气值真的不好 台湾机械工会统计 受不景气及客户调整库存影响 台湾机械设备出口已连续12个月衰退 外销订单到今年上半年为止 更是长达16个月衰退 各主要工具机 即零组件厂商营收同步下滑 今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衰退了20%左右 大家都知道 我们已经连续 连续十几个月 都是互成长 但是机械产业 在9月份的输出金额 比8月份 有衰退的没有那么厉害 人力对于制造业来说 始终是一道难解的习题 因为景气的关系 有的企业为了生存要裁员 但有的公司却是人都不够用 来到产线里面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在现场不停组装机台 这家位在台南的机械厂 以生产塑胶中空成型机 板材机 零摩机及薄摩机 等机台为主 客户主要是民生消费产业 在业绩一片不景气之中 逆势成长两成 因此更需要人力 少子化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还有我们这边的地理位置 跟南科非常的靠近 那磁吸效应导致于 我们人才招募不易 那比如说以现场 组装人员来说 我们过去一组 平均有五到六位 组装的技师 那现在一组 大概剩三到四位 正因为面临人力短缺的冲击 也让他们加速数位转型 整合管理多样机种和零组件 顺应少量多样 高度客制化的趋势 也提升了产线的效率 制造业在后疫情时代 这样的背景下 也面临了转型的关键时刻 一秒闪一下的光线 就是MicroLED技术巨量转移 收补的设备 这几秒钟就可以中一区 一区的话大概是几万颗 甚至十几万颗都可以 他们是面板制成设备大厂 坦白说面板业就是一个非常吃紧气的产业 但现在为了生存也得加快转型 要和中国以及南韩的厂商竞争 MicroLED这个被科技业誉为下世代的显示器 对台湾的业者来说 是不得不抓紧的新机会 因为MicroLED的应用 可以应用在很多的一个地方 像车用的一个透明显示器 车载的一些透明显示器 还有一些拼接品 就是户外的拼接品等等 还有前阵子也有人做成手表 穿上无成衣走进产线里面 但这不是工厂 而是斥资四五亿元新建的实验室 我们卖的是产业设备 所以客户的东西我们要先验证过 我们才敢卖它 虽然2023年景气不佳 包括面板 半导体等产业设备 投资都比较保守 不过他们积极布局MicroLED 以及进军半导体封装下 预期2024年营运会恢复成长 跟去年比大概整体衰退 大概三十几%了 第四季已经看到明年有一些 新的制程的订单已经进来 不过纵观全球景气 尽管全球经济成长力道平缓 制造业活动呈现紧缩 不过主要国家制造业表现已经开始有改善 中国九月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 美国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回升 而台湾也将迎来近期春夜 所谓的曙光在今年七月份 八月份已经开始出现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资通视听产品已经开始有负转症 而且它的成长幅度力道非常的强 我们的资通视听包含网通产品 包含电脑 包含手机 在最电的第三季 大概都有三成以上的成长 当全世界历经的震荡越来越频繁 时代正在太旧换新 台湾制造业没人能确保 下波海啸何时袭来 要抢人还是抢AI 恐怕是转型中难解的袭题